香港很多人就知道宜保这个地方 但未必听过隔离的太平 由宜保去宾城必经太平这个地方 很多人就会路过这里 或者最多停留在太平湖休息 看一看就算了 其实太平有很多地方值得介绍 上一集我们又玩完宜保 今集继续开车不上 沿南北大道开一个小时 就到目的地太平 不过我们入太平前 先去一个叫安哥的地方参观 这条维多利亚火车桥 就是全马第一条火车铁道桥 下面就是铁板薄薄的铁板 震一下震一下也挺惊险 现时这条桥已经退役 并列入大马国家遗产 一入到太平就大雨了 果然是雨城 下雨不要紧要 因为自驾的好处 就可以继续行程 而且不会濕身 可以在车上等到雨小一点才出行 也可以 还有来太平玩 必须要自驾 因为不少景点都很偏僻 不驾车是去不到的 通常做这个龙香的过程要三个月时间 这位陈先生是汉龙香行的员工 他今天就带我们参观 并教我们制香 制作这些龙香主要是人手制作 赌模 加入木条 雕刻龙头 上色 都好考师傅工艺 这里曾经制作过全马最大的42尺龙香 至今仍然是纪录的保持者 你看下这支龙香有多巨型 这种中华技艺在大马甚至全世界都石果耿泉 但由于没有年轻人入行 这种工艺亦可能失存 所以难得来到太平 就一定要去参观 记得事先预约 这里有一个龙香工作坊 大家能够体验一下这种特别的工艺 所以我们要做工的时候就是自来水 放下去 最后我们做出这几个龙香小公仔做纪念品带走 离开工厂之后 我们驾车继续向海边出发 去一个叫十八丁的渔村 一进来村就已经闻到很香的炭烧味道 派平十八丁是一条渔村 不过来到这里就要看看一个古老寒业 烧制木炭 这里制作火炭已经有过百年历史 十八丁的炭窑大约有100座 据说是全马最多炭窑 当地人称这些黑炭为黑金 由于优质所以能够外销到日本以至欧洲 三岁已经有十多年的造炭经验 当日他为我们讲解整个制作过程 他还特别为我们表现不火炭 炭窑体积大约高七尺 直径六米多 估计大约用了二万五千块砖建造 每个窑估计可以放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枝木材 三岁说 木材一定要选用新鲜有水分 将木材放进去分就会着火 大约用新鲜的水分 现在完成了 每个人的水分 大约一半 大约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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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85度 这边是水分 有经验的工人便会凭烟的浓度 而决定要加大火或小火 大约的水分 大约的水分 燒上十幾天就可以完全封密碳窯 將木在碳窯中慢慢冷卻和碳化 臨走前可以在村內的小店購買木炭產品回香港做手信 保證特別大大塊的木炭都頗漂亮 原來可以當擺設 聽說可以改善風水 太平真是好多第一家 好似這間安東咖啡廠 在馬來西亞已經有89年歷史 被旅遊報認定為全馬歷史最悠久的咖啡廠 到今日為止 咖啡廠仍是以傳統方式炭燒烘焙咖啡 和其他炒咖啡的程序一樣 不過這裏就加入了一個特別的方法 他們炒完的咖啡豆會混合菜油和焦糖一起煮 全部做好了 然後都會鋪在這裡 我們上面會有風乾機來 所以拿去前面的腳最低腳 對 我們會腳兩次 對 看完咖啡製作過程 大家可以去旁邊買咖啡做手信 這間咖啡廠還有另一個厲害地方 就是孫中山和陳帥分住的故居 後來咖啡廠創辦人程 伊梅先生就買了做辦公室 現時開放給遊客參觀 來到太平想一次過吃完所有地道美食 就要來這個熟食中心 這麼熱的天氣 第一時間當然是立即去吃冰 這間雪山冰檔出名巨型刨冰 解放都要來光顧 多款口味 荔枝芒果利賓辣碼都有 我就叫了這個西瓜刨冰 哇 現在的顏色好美 好了 做好了 吃得嘍 太平是漁港 所以海產特別多又新鮮 這檔炒潮州魚蛋鵝 當地很有名 鍋器夠 魚蛋蛋牙還有叉燒做配料 這檔蠔煎 煎得甘香薄脆 裡面的蠔都很大隻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虎咬絲 太平最出名的 是什麼來呢 就是咖啡加美綠 師傅把美綠和咖啡來回拉幾下 加冰就變成這杯虎咬絲 喝起來竟然挺像朱古力 之後我們去到十八丁這間海燈沙煲海鮮粥 原來這位吳師傅曾經是英國 跟香港人學煮沙煲海鮮粥 回到太平就開店 太平這間雪糕店開業只一年 但已經人氣超強 這款蜂蜜雪糕加入了只有東馬沙拉穴的阿邦糖 今集自駕小提示就是講下馬來西亞自駕遊的車內三寶 戶外環境比較多 一落車噴定蚊怕水就不用擔心咬到又紅又癢 大馬天氣比較多雨 而且雨勢有時多大 所以準備多雙鞋或拖鞋在車上 這樣就不怕被迫著雙腳 大馬陽光非常強勁 有一個遮乾罩放在擋風玻璃 再回上車時就不用熱到暈了 說到吧 大馬車位比較香港多 所以街拍不難 有時直接拍在食店外面到達 記得留意這個街拍路牌 上面列明什麼時間要給泊車費 街拍停車費比香港便宜超多 一般街拍只是每小時收費 馬幣5毫至6毫 即是港元1元左右 要點給泊車費 每個州都有自己泊車APP 下載登記填好資料連結信用卡便可以 不用APP也可以 可以買泊車券 在泊車位附近的士多雜貨店 買泊車券 刮好日期時間放在車頭便可以 最後萬一不小心收到維泊告票 記得即時把告票WhatsApp回給租車公司 因為持交會有附加罰款 他們會先幫你代交 之後還車時找數便可以 多謝 4 5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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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